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新北市 桃园市台中市联合举办 地级腾本桂园机 联发跨线市腾本发布会 让申请地级腾本 和用银行ATM领钱 一样简单 台北市110年4月 首创地级腾本桂园机 结合多元身份验证方式 申请电子支付费用 民众就可以自助申请地级腾本 现在更结合北北桃中市 都可以联合申请 更为便利 地级腾本桂园机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开始 我们设在市府大楼的一楼 当时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希望让民众可以不接触 而且多元支付的方式 能够快地领取地级资料 那现在我们扩大了 希望把服务据点再往外拉 当时我跟陈江局长讨论 我说那有没有办法 我们跨现实的合作 以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后来发现是有的 而且很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至少在台北市 我们总共六个地震事务所 一所一机 都已经有这样的运机 那第二个 透过背后的大数据分析 发现了 南北市民朋友 在这边申请地级腾本 其实申请新北 申请陶原跟台中的比例很高 超过了两成 两成五 所以后来我们认为 其实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即刻的跟 陶原台中新北 一起来合作 所以促成了这一次四个县市 北北陶中 大家能够串接 未来更方便的民众 申请地级人在日常生活 常常真的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如果像过去 如果林贵的确 可能要排队 花费时间 甚至可能增加很多人力的成本 但现在 可以透过贵运机的方式 而且跨现实的连接 我想更方便民众 来申请地级腾本 另一方面 我们知道整个 为整个处理的效能 可以从现在的百分之六十四 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 我想这就大幅提升了 整个文件处理的效率 而且一百年一年 我们也是有一些开始 我们综合那时候的地政事务所 为了金门的乡亲 我们就跨综合新北 那就叫钢森跟金门的合作 一开始就变成29局都开始可以收 一样的 我相信今天台北市号召 我们的桃园新北跟台中 一起过来以后 未来这个一定是全国不得不做的 所以有些事情 没关系 地方先开始 全国再一起来 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公共服务 很重要的 谢谢很多业界的好处 你们一起来帮忙 我想简正编绵 区域治理 那我们还是在重复 我们侯市长特别常 一项的 一个城市好 台湾不会好 所以一定是所有人共好 台中市的土地有159万笔 那我们158plus 有多少人使用呢 有1700万人吃使用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是台湾的民众有72%的使用 台中市的158plus 那我们台中市有多少呢 280万 我们一年的使用人吃是250万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有88%的使用我们地震团队的工具 那这是为我们自己喝茶 地震团人厉不厉害 真的厉害 尤其在市长的英明睿智的领导之下 当然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我也深信 讲市长的一个率先的号召 中央一定会让全国的好朋友 都来享受这样的服务 像是跨世界县市的服务 这个不仅就我们国家机关 这个资讯服务 跨机关 我们真的整合了 这个所谓的自动化 还有智能化的一大突破 最重要是让民众能够享受到 便捷高效率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 当然我也请我们的同仁要善加注意 这个开始事办的过程当中 这个案件量 其实能够冲高就冲高 但不见得要高 那因为民众的需求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划四个四而已 那未来希望中央能够注意到这一边 那当然怎么样去操作 而且操作的内容 我也请大家同仁要去注意 我当然自己在启用零零的时候 我自己要试着操作 要人性化的操作 你哪里得拜会了 以后你会唱讲来利用 那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 不只是第一正式 包括第一次来的民众 就好像我们要去加油站 自己加油 你就不晓得说 为什么要去加油 所以我们同仁都很热心 我们都会有志工 在那边帮忙民众来操作 所以各位记得 我们民众90年 我们全国地震的电脑化系统 就开始全部建立 91年开始提出线上审办 线上审办就很重要 要鼓励大家来 尤其是那些地震事 来来来我教你 至于利用下半时间 上半时间教大家如何操作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民众的反应 民众的反应 操作有没有人性化 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网络的身份验证 包括这个我们做的很多东西 包括电视签证也好 包括这个区块链的技术也好 这个我们要不断地去检讨 整个的操作过程 我们不断地要去研究 那当然最近我们也要 跨机关的合作 所以我们实现式的跨机关的合作 也带动了未来的所有的合作 能够更精进 地级藤本全程无接触的智慧化服务模式 让民众节省时间与接触危险 也不用再跑到各地才能领取当地藤本 同时迈向电子化政府的目标 可以说是地震五江界的变民服务成果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 网络投资真的要小心 要带你来看内湖 有民众误信假投资顾问的话数 投资了400万元 却没有办法领出现金 内湖分局警方获报后 与被害人合作 在咖啡店逮捕到车手 见时机成熟 埋伏远警立即上前逮捕车手 内湖分局文德派出所日前接获报案 被害人加入股票投资线上群组 被假投雇以花束诈骗投资400万元 犯嫌持续要求被害人投资 警方与被害人配合约出 专性车手加以逮捕 结果又查出专性嫌犯 才刚在大同区诈骗另一位被害人得手 立即扩大调阅搜索 共犯行驶的车辆 一举逮捕车上两名流姓及寒姓收水车手 并在车上查获彰款20万元 及点钞机等证误 昨日前侦办侠内假投资诈骗案 先行查信面交车手答案后 扩大调阅间之际锁定行动水车 立即以优势警力为补 现场查获两名收水车手 查获点钞机新台币20万元 手机刀谢辣椒水等证误 警方已经依诈漆 最前将三名嫌犯移送40地检署偵办 警方也提醒 网路上充斥各种投资广告 有很多都是诈骗集团所投放 甚至是假借名人来骗取民众信任 呼吁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台北市卫生局到火锅店 餐饮店卖场等抽验火锅料 55件中就有实践品质 不符合规定 冬天吃上一口热腾腾的火锅 是许多民众的最爱 为维护民众食用火锅料产品的卫生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5件产品 包括肉品10件 水产品5件 高风险蔬菜15件 火锅料加工制品15件 豆制品5件及花生粉酱5件 其中实践品质不符规定 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5件的产品 包括了肉品有10件 水产品5件 高风险的蔬菜有15件 火锅料的加工制品15件 豆制品5件及花生粉酱5件 那我们这一次检验的项目呢 包含了动物用药跟动物成分 那重金属 农药的残留量 食用的添加物 以及真菌毒素存在相关的项目 那这一次的检验结果呢 有5件的蔬菜 包括了青江菜有3件 葱2件 以上5件的蔬菜呢 是检出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违反十安法 15条第一项第5款的规定 那另外在2件花生粉 有验出了黄菊毒素 不符相关的限量标准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7条的规定 卫生局已经命令 我们的抽验地点 立即的下架不能贩售 并且追查我们上面的来源的 都是外县市的产品 所以我们已经以请所强的 县市卫生局后续的办理 那另外有3件豆腐类的产品 有检出了防腐剂本甲酸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8条的规定 卫生局表示 本甲酸为可合法使用之防腐剂 唯不得使用于豆腐类产品 本甲酸偏向水溶性 进入人体后可从尿中排出 若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 胃痛心跳快等症状 适量喝水可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其中豆腐的两件有 因为无法提供来源的停证 所以我们三件的豆腐产品 都依十安法第47条第9第11款的规定 处清台币3万元的罚款 那另外本甲酸部分是合法 可以使用的防腐剂 但是不能够使用在豆腐类产品 另外本甲酸也偏向水溶性 所以我们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从尿意来排出 我们可以藉由适量的喝水 然后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 应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如产品外观 包装上来源资料等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达到源头管理 共同为民众食安把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网络购物虽然快速方便 但小心买到有问题的商品 台北市卫生局就抽研27件 电商平台贩售的 迅菇类及食用盐的食品 发现有三件检验出 重金属葛签及升超标 网络上买东西虽然方便 但小心买到有问题的食品 吃下肚恐伤生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台北市卫生局抽研27件 电商平台贩售的迅菇类 及食用盐食品 发现有两件迅菇类 检出重金属葛超标 另有一件食用盐 检出重金属签及升超标 针对不合格产品 卫生局已令业者下架进行复抽 若限期改正仍不合格 可依食安法处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发还 那所有的27件的一个检体 我们都针对重金属污染的部分 来进行检验 那检验方法是依据食药署 所公布的这个 估讯类重金属检验方法 以及食盐的检验方法 那估讯类的检验 我们主要是检验重金属 千根葛 那食盐我们主要是检验 千格拱生酮 那用这个感应藕合电浆支谱仪 进行检验 那检验的结果呢 在迅箍类的部分 有一件叫做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这一件 我们验出 葛是8个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另外有一件 叫做新鲜秋季黑松露 那这件我们验出的 葛的含量是4个PPM 那法规也是2个PPM 那所以这两件是 驯服类的不合格的部分 那另外在食用盐内的 主要有一件叫做 马亚式粉红盐 那这一件产品 我们验出了 千是3.21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检的部分是1.03PPM 那法规是0.2PPM 那总计呢 有5件的不合格产品 那在这边 它的一个不合格比例是 18.5 抽验27件产品中 经包装标示与进出口查验后 发现一件野生穿耳 标示不符规定 即一件野生黑松露 未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 并申报其产品相关资讯 那首先我们又发现一件 叫做品名为野生穿耳 纯粟的 那这一件的产地标示是不实的 那它的一个产地标示是标中国 可是经过查验 它的一个进口国是泰国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野生黑松露 那这一件呢 我们没有找到它向中央主管机关 申请查验 及申报及产品的一个相关资讯 那这两件就是在第一次发现的一个不合格 那相关的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资讯 我们都有在不合格名册这边 都可以有呈现出来 那这些不合格的产品都涉嫌违反 就是食安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命令 这个平台下架 不能再贩售 那若经后续呢 我们会移送到这个相关的 像是外线市去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将依据食安法来进行惩处 卫生局表示 违规产品设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 若经查属实 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相关条例进行查办 呼吁消费者在网路选购食品时 因先慎选有信誉的平台与卖家 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 进驻广磁园区以来 首次办理自卫消防编组演练活动 透过共同演练 经验交流及资源共享等方式 精进各单位防灾人员的灾害应变技巧 烟雾弥漫整个大楼 民众跟着疏散引导人员赶紧离开现场 不过别担心 这是新义区公所的防灾应变演练活动 模拟灾害情境 各单位组成自卫消防编组 认真参与每个模拟环节 行政大楼来讲 我们12区的话 都要成立所谓自卫消防编组 那其实我们就搬到这边来讲 在之前我们在旧大楼 在新义路五段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 那就是说因为因应在新大楼的 一个新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适应 在新的一些措施 新的环境 作为我们的后续一些处理等等 譬如我们的消防 消防的一些门 还有我们会 譬如烟雾比较多的时候来讲 我们也有一些排烟的一些设备等等 这些的话都是算是我们12区里面 最新的设备 我们新医区行政大楼的话 是从去年的12月5号搬迁 到我们的新大楼里面 那这栋大楼的话算是一座 很新的一个智慧大楼 那其中的话有关于消防一些设备等等 来讲的话都采用最新 最先进一些设备 那我们搬迁到新行政大楼以后来讲的话 这是第一次的所谓进行 所谓的智慧消防编阻 最主要目的的话当然不外乎 让我们了解到所谓的真正 假如遇到了所谓 不论是天然灾害 譬如地震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状况 火灾的时候 同能该如何进行一些 如何一些疏散 或者在整个的演练过程之中 有可能面临一些问题 譬如就是冒烟 或者是所谓的能源不小心受伤等等 经过了不论是我们的疏导班 安全防复班 及灭火班等等的一些 大家通力的配合 把我们的伤亡降低到最低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演练的 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顺便教育同能 这一座大楼的话来讲的话 叫如何进行一些疏散等等一些工作 大楼13楼ICT军防 防株火警 请各组成员一任副边组办公 进行紧急议变 包则湾通报班已准备完毕 本班人员将尽数掌握最新灾行 同时透过大楼防灾群组 联系其他合署办公的防灾人员 请其他准备相关的第一物力 进行再看议变 并协助苏山各楼层下工民众 现在动作了 它就是手动报应机 就是它是及时发报的 就是我们探测器没有证测到 但是我们有发现到火灾的话 所以就按这个手动报应机 去做发报 从之后才不做事 打来的工作 演练邀请消防局长师 宣导地震火灾发生时的应变 处置及善后 演练项目以灾害现场避难措施 及人员整备灾情掌握 资源联系与通报 自卫编组人员初期减灾作为 大楼安全维护及环境询检 疏散引导及伤患救护 灾后应变复原等等 让我们这栋行政大楼的 各位合图办公大楼的 一些同能 了解到我们这个新大楼 有哪些的一些消防设备 还有我们这个逃生的一些方向等等 让各位清楚了解 日后极有可能再发生所谓地震 或者是所谓的火灾的情形 让各位了解到整个 如何进行一些应变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呢 来讲 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行政大楼 无论是我们的 我们的分队 分队也不要有没有来 还有我们的其他局的一个同能 还有我们卫生 那位健康中心等等的一些单位 非常感谢各位的 这次也演练配合 然后来讲话 就是我们每年还是会进行 所谓的自卫消防编组织演练 让大家更熟悉的这些活动 如何进行一些应变作事 新一区公硕去年底正式进驻 广此博爱园区 首次办理防灾演练 动员各属办公机关人员 一同参与演练 盘店现有的消防设施 及防灾人员编制 达到熟悉减灾救灾目的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掌握台湾河川废弃物的现况 欢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及明治科技大学的师生 携手进行穿废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藉由这项计划 让公部门执行起来更有效率 荒野保护协会2020年发表全台第一份 淡水盒穿废快筛调查报告 今年在针对淡水盒预复查 比较2020年与2023年穿废数量发现 河岸段废弃物明显增长 相较三年前平均每公里73袋垃圾 今年增自156代 其中有七成是生活常用的一次性饮食废弃物 虽然我们过去做了很多淨灘的活动 那在淨灘的过程当中发现 垃圾这个废弃物的来源 其实跟河川陆地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发想就是 希望能够找到这些废弃物的源头 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那所以河川跟河川上游的山林 都是我们在关注的目标 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没有能力去 去关注到山林的部分 所以会以河川优先来做这个调查 那希望能够知道说河川的飞机物 到底在我们淨灘的过程中 在海滩上贡献了多少的垃圾量 那最后我们发现 那个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调查活动 这个数据揭露之后 可以跟公部门合作一起来 尽快地把这个河川的废弃物清理掉 让整个河川回复到干净的状态 调查数据显示 废弃物堆积位置 以河道交汇处及赶潮河段为主 受到地形弯曲与植被形态影响 废弃物多堆积于下游三处河岸段 有八成垃圾集中于6%的河岸段上 我们真的在河川在那个垃圾的时候 我们竟然有发现就是有 像是机车的安全帽轮胎 然后甚至还有机车的坐垫 就是会有这些很非常特别的垃圾 怎么会竟然出现在河川里面 对但当然你会看到很多 莫名其妙的垃圾 但当然你也会遇到就是 真的有民众自主的去河川旁边捡垃圾 这样子对也是会遇到这些 就说他看得到的就减啊 没看到的就也只能这样算了 那那个调查的结果 其实对我们在政策的一个推动 以及我们相关那个河岸的一个清理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参考价值 那尤其是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废弃物的种类 仍然是以日常生活一次性的 那个废弃物为主 那我们新北市从那个 很多年前就开始推不速之客 我们会持续来推动源头减量 来降低这些废弃物的产生 来减少直接进入到环境 那更能够直接避免 进入到环境之后 还要再来做清理的一个动作 荒野保护协会与受险公司 及明治科技大学学生 携手进行川沸快筛调查计划 希望借由这项计划 让工部门的川沸清运执行起来 能够更有效率 同时唤起大众对河川保育议题的重视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由大稻城创意街区发展协会 主办的2023大稻城秋货季 集结布业服装设计 制衣职人服务产业链 举办大稻城时光秀 带领民众穿越时空 感受大稻城的时尚美丽 设计师将城隍庙的美丽图腾 运用在服装上 还有虎爷纪念T恤 中西合璧的设计 让民俗文化也可以很时尚 2023大稻城秋货季集结大稻城布业 服装设计 制衣职人等服饰产业链 邀请在地服装品牌 透过大稻城时光秀 展现永续新时尚的精神 今年会非常特别的是说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议员在讲到说 就是台北时光州 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其实一直都在谈论的就是 关于永续环境 友善环境的这个议题 那我自己的品牌 其实在过去一直都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我也有让环境更加的美好一件事情 让大家才有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非常的高兴 是说我们有机会跟 崇王庙做那个文化跟时尚的 这样子的跨界的一场 就是中西合璧的一支秀场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素材上 其实使用了非常多的 永续环保的素材 比如说像宝特林回收再造的素材 以及就是咖啡沙 或者是可以再制造回收的一些素材的布料 来做衍生这样子 所以像我们今年就是说 我们在做跨界的时候 我们就把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城隍老爷城庙的 mark logo 能够放在我们的服装上面 然后呢 透过一种就是 堆叠的方式来展现 然后也将这种就是 就是中西合璧的雕花 或者庙宇的雕花的一些花朵 融入在其中这样子 我们秋货记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是完全没有靠公部门的 一毛钱补助 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群策群力 像早期的设计师 像范大哥 还有之前的朱大哥 都是我们的苦主 为什么 他们在我们协会 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就跳出来帮协会 去支撑我们这个秋货记 一直到后来我们陆续有拿到 就是这个城隍庙这边 还有这个莲华食品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地 很重要的一个上市企业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地的 精神的这个支柱 有他们的肯定 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 一定要做得更好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主题呢 跟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驱动脉动 就像刚刚议员提到的 我们其实大道城就是一个 非常有世界潮流观的一个 一个所在地 它虽然只是一个地方 但是它非常国际化 所以我们这几年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永续 都是HDGS的概念 记者会中台北峡海城隍庙 管理人陈文文 更捧着雷祖娘娘神像现身 希望保佑设计师 工艺师 布业越显蓬勃 市议员严若芳 则身穿在大道城制作的活动背心 用行动力挺在地服装产业 腰科师就像我们驾的设计师 我自己去抹抹 但是这个情形不太简单 所以人们说 那个面有吗 开那个面 有那个神韵吗 刚刚我被发装过 就有神韵 那你驾有吗 有 有高跟水就对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好难得 这几年我就觉得不简单 事业的行 当然他们是有十个银头都爱猜 我们刚才说没有猜 所以你如果做佈的 做商业的 做设计的 做物料的 你们都可以来拜 你知道吗 让我们的努力更加好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豐富 不是只想这个而已 还能想很多 你看这条手机就不一样了 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 其实就是在永乐市场 在我们大厅在这里做的 特别定制 所以我去到哪都穿着这件 它其实有结合了传统的客家的花色 那但是做成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穿西装饰 所以跟设计师讲说 可不可以帮我制造成一个 设计成一个西装饰的一个背心 那为什么我会要推认 因为其实大稻埕从以前 古时候历史文化到现在 它都是早期的最时尚的地方 最创新的地方 因为所有最先进的科技的东西 产品啊 洋服啊 或者是比较先进时尚潮流的东西 都是最先出现在我们的大稻埕 2023大稻埕秋获季 11月10号到11月12号登场 活动期间由永乐商圈发展协会 主办的漫步老城市集 11月11、12号两天 则是由大稻埕时光秀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回到未来 感受大稻埕的时尚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天出席 基隆光明安居社会住宅开工动土典礼 根据统计 社会住宅新办到2024年底 将达到原定目标的107% 很感谢内政部国家驻都中心 和地方政府的携手合作 推动居住正义 光明社会住宅总经费25亿元 将兴建449户住户 预计在116年8月完工 还规划拖婴中心 身心障碍照顾据点 让社会住宅提供好宅服务 为了要让兴建的这个部分 能够进行的更顺利 我们也成立了国家驻都中心 刚才报告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官民安居算进去的话 到目前为止 有一半以上的新建的社会住宅 实际上是由中央来新建 49%是由地方来新建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当中央地方缓解在一起的时候 互相吸索的时候 那我们就能够达到很好的目标 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内政部 还有国家驻住中心 在所有的规划上所做的努力 还有推动上所做的努力 当然要谢谢我们的地方政府 我们谢谢我们的市政府 这边在所有相关的配合的部分 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协助 那也很感谢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给一些特殊孩子 给一些要上学的学龄儿童 更多的空间来安排 亲子跟社福的需求 那我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营造团队 配合我们基隆市都发住的政策 在外面放上了绿化的围理 这个也是我们全市现在对于所有的开发案 都统一规定的要求 就是希望做绿化的围理的美化 所以我想今天又由院长亲自来开工 来主持这个典礼 相信未来的工程跟他的落成 一定都能够顺顺利利 大家都知道这个也是国梁很重视的 七堵的室内儿童乐园旁的一个所在地 所以相信在完工以后 不管是小家庭 还是更多需要的一些基隆市民 一定可以把光明安居 真正可以让他们居住舒适 安全方便的一个地方 内政部长林佑昌出席动土典礼 强调社会住宅是基隆河谷狼带 产业发展设计重要的一环 未来中央在基隆社宅目标是规划一千户 希望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 那所以除了今天的这个光明安居的基地之外呢 另外还有三处的这个基地 目前正在规划当中 那分别会是在信誉区跟七堵区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 未来能够如值如期的来完成 那社会住宅现在是好宅的代名词 除了使用的相关的一个材料 还有包括运用最新的规划跟设计的概念 另外我们还会把地方需要的欠缺的公共服务的这些设施 把它规划进来 比如说在光明安居的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就把拖婴中心把它规划在里面 所以未来也可以提供45名的小朋友 来做拖婴的一个服务 来造福更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 社会住宅是城市进步的一个象征 也代表永续发展 也回应联合国SDGS的需求 那我想我们接住小家庭青年 是一个基隆七堵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计划 我们的社会住宅搭配未来的大众运输系统 可以让七堵打造成一个休闲农业 然后居住亲子的一个专门的一个 我们有很良好的腹地 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地方 我们未来通过社会住宅的串联 我想我们这个居住环境可以更好 也可以吸引你更多的新兴家庭进来基隆 会改变我们的消费模式 这绝对会是一个进步的象征 光明安居社会住宅 坐落于七堵明德一路和光明路口 将是基隆第一座社会住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 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了基优志工的表扬大会 市长谢国良赞赏志工们的热血服务 将基隆打造成温暖有爱的宜居城市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还有服务能力 非常感谢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奖项 得奖的志工们一一上台 有个人获奖 也有姐妹党或夫妻党都投入志工服务 接受表扬 我在基隆市五堵国小当交通导户志工 那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说 那个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 维护交通的安全 那当然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付出 我们两个一起去那个税务局当志工市 看到那个税件处的 在不同单位看到税务局当志工 当志工心情很愉快 很快乐我在妇幼馆 妇幼志工队的 我已经在那边当了22年的志工 然后跟我姐就看到税务局要招志工 我就过去那个真心 我是抱着服务的那个态度 心情来服务人群的 所以我对志工的那个心情是很愉快 很那个很想说帮助别人的心情 12月5号是国际志工日 市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这场 基欧志工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对志工们说 有你们真好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和多位市议员都到场 肯定志工们为市民的付出 今年获奖一共有272位的志工朋友 有你们真好 谢谢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我们希望可以从更多市民朋友身上 找到像在座的各位志工哥哥姐姐 这么了不起的情操 这么热血这么热心的一个关怀 12月5号这是国际志工日 也是我们一转生日 那我也很荣幸站在这一天出生 那我觉得当每一位志工 我在刚刚从他进会场 其实就看到每个人脸上的那个幸福 笑容跟快乐 那我相信一日志工你是终身的快乐 因为有你们的帮助 因为有你们作为典范 所以基隆市才会越来越好 我们很多地方只靠市政府 只靠公家机关的能力是远远不足 把这些社会我们的基隆市服务好的 所以在这边配奖感谢 除了今天受奖的所有的志工好朋友之外 也更感谢这些今天没有到场的志工好朋友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慷慨 因为你们在的每一个地方 在那个时刻你的一个引导 你的一句话就帮助了一个人 就给了一个人温暖和关怀的力量 所以今天在这里获奖的270位 我们的志工好朋友们 其实是我们基隆市里面最闪亮的270颗 闪亮的星星 基隆的志工人数共有13000多人 每年服务时数超过70万小时 市长谢国良感谢强大的志工能量投入 一起来打造温暖有爱的一居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财团法人 中华玉赤奉天公 天圣圣母慈善功德会 发挥天圣圣母慈悲助人的精神 在市员张之喉的牵线下 捐出了27箱的尿布给创世基隆医院 志工们忙着将发票分类 受到电子发票上路等因素影响 创世基金会每个月收到的捐赠发票 雪崩式下降 中奖率更是创新低 真的少了很多 都跑到云端去了 中奖率相对就低了 对啊 就差分之三而已 不只发票 中奖率低 受到大环境因素影响 民众捐款额度也缩水 加上创世基金会金融分院 今年度投入大批经费 改善消防设备 确保43位院民安全 在原本的经费排挤下 院民的尿布存量也面临吃紧 尿布的部分呢 其实目前还欠缺很多 因为目前我们的安养院民 目前是43位院民 那其实每天都需要使用 那一天的话 至少大家抓抓 我们是刷十片这样子 好在社团法人 中华娱乐奉天公 天上圣母慈善功德会 在市议员张之豪牵线下 立即捐赠227香尿布 总计有2106片 送到创世基隆分院 解决燃眉之急 因为社会环境的大环境之下不好 好我们结合清水在前面 各位会员的爱心 社会大众的爱心 来抛转营与 来捐助创世基金会 基隆分院 希望大家能功详胜举 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 最急需的就是 这些成人用的尿布 那现在43个院民 其实每天使用的尿布量 都相当的大 所以说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们跟玉树奉天公这边 能够有效的让我们这些尿布 送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院民的身上 那再加上因为现在创世基金会 今年度 其实在经费上面 也开始出现很多的短缺 包含其实现在 大家使用的发票 也很多都不用实体发票 所以以往捐赠发票这个模式 现在也减少了很多 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 如果你在任何的地方做消费 其实你都可以 跟他索取资本发票 这样就可以捐来我们创世基金会 让我们大家基金会这边 能够继续的有这些 小小的收益进来 今年加上我们有 动工就是消防市装的工程 那就是消防的 就是院区的安全提升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总共需要 目十六扇的防火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如果换算成我们的尿布 其实我们的 44位院民的尿布的话 要300多天 捐赠一片尿布 既被子福德 慈善功德会 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企业和社团 一起来捐尿布 帮助 创世植物人 记者 黄少民 基隆报道 基隆市五旗重化区 近年周边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走山 其中 警铃校中街 119项的地苗挡土墙 被技师研判 功能不佳 市议员 韩世玉在总质询时特别关心 一起来关心 基隆市议员 韩世玉首先关心地震事务所整并影响民众 强控问题 紧接着他还关心 深美五旗重化区地毛的监测情况 我记得是每一年的话 都要去做一个监测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针对于受力不足的部分的话 要等于说要去做一个 算是整理这样子 那当然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看到说 我们这个有编列相关的一些预算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的很多的居民的话 大家是要讲说 那平常的话 如果说挡土墙 比如说有一些树木啊 或者是有一些杂草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要麻烦我们地震处这边 也把它裂案来去做处理 对此金融市政府地震处长 证实有地毛出现异动情况 金融市政府明年已经编列 560万元经费进行补强 有一些这个 算是他的数据 有一些异动比较大 还没有到利息危险的程度 所以我们已经 今年的预算书 我想 韩逸座应该也有看到 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编列了这个 今年先编列560万 这个补强的一个设计跟施工的作业 那在114年也是后年 那我们明年预算编的时候 也会再编 这个1000多万 总共分两年编列 那两年合计是 2010万元 来办理这个 他那个地毛的这个补强 以及这个地毛的这个检测 另外韩世玉也提到 孝东路从5月导入智慧号之后 至今成效显著 不过近期却发生 小绿人秒数不见 影响行人过马路安全 这个孝东路与深溪路 还有深澳坑路口 导入了智慧号洞系统 那至呢 5月12号实施以来的话 他现在目前的话 我们拿这个去年跟今年比 110年的5月12号到11月10号 他的所谓的违规 或者是这个造成交通混乱的事件 违规事件就是76件 但是呢 今年实施 5月12号到现在至今 违规的话总共7件 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显著 而且还有的话就是 对于当地的交通 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这边的话也要感谢市长 那但是有美中部署的地方 就是他的小绿人的秒数不见 那导致呢 我们很多的社区民众 这个不是开玩笑 很危险 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变红灯 你要他怎么办 你要他往后退吗 还是要他往前走 有可能就会被车撞 为了疏解校东路 深溪路 尖峰时段塞车问题 韩世宇也建议台62甲线 能够增设杠子疗交流道 金融市政府交通处方面表示 将持续向交通部公路局反映 争取启动程序 评估可行性 记者张旗腾 记者张旗腾 记者 记者 再来看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卫福部健康医院 从去年开始就跨科室 成立减重症和门诊 门诊医生 也是肾脏科主任林吴雪 大方的分享自己减重的过程 依照个人的健康状况 给予事实的减重药物或是真剂 是不错的减重方案 您可以再拍近一点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和肾脏科主任医师林吴雪 帅气合照 展现标准身材 不过您知道吗 兼任基隆医院 减重症和门诊医生的林吴雪主任 现在大约71公斤左右 过去则是重达84公斤 小跑步大约50公尺 就会气喘如牛 这层楼走到我们对面 约列到急诊那边 那一段长廊 从二楼走的长廊 在我80几公斤的时候 其实从今天光走过去 那个其实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喘了 如果说那时候一些 有一些的病状状比较紧急 然后小跑步的时候 光跑这一趟 其实就会开始喘了 虽然多次减重 成效依然不好 因此亲自试试看 减重症剂也就是俗称 瘦瘦症和减重药物 并且分阶段积极配合饮食 及体能运动 终于有效减重13公斤左右 找回更健康的自己 那其实我刚好昨天病人 突然有紧急状 我从急诊那边一路脏冲回来 而且是跑得还蛮快 我当我跑到这边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没有到很喘 他脚步也还蛮轻盈的 药物不是一直用下去 但是不管是我自己 还是我在减重门诊的经验 就是它是一个开头 让一个来减重的人 会有一个好的开始 让对于减重这件事 会更有信心 不过林吴玄主任医师强调 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减重症剂 或是药物 而且这些药剂都只能够在医院 根据医生处方才买得到 因此如果要采用药物 或是症剂减重 一定要到基隆医院 减重症和门诊等专业的医院 经过专业医生评估后 再使用才会安全不伤健康 启动这个减重的治疗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次的出诊 我一个药都没有给他开 他说我来了 我现在今天脚那么多钱 脚五六千 你总开给我一点药 我说不行 你第一次来 我手头上面 我什么资料都没有 我必须要先看一下说 你的症状到底有多高 你的肝胜功能到底是怎么样 那仔细的评估之后 我才可以 第一个我才可以去评估说 你到底适不适合这用药 你适合好 我要用的时候 我会针对你的生理状况 去调整你的 该适合你的药量 那如果你身体不适合 这个药物的方面的减重 那我们就会透过营养师 透过复健师 然后去用药物以外的治疗 甚至其实 现在比较少 我们医院的话的 中医的这边 也有在辅助做一些 那个用针灸方面的一个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 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 呼吁人们应该要重视肥胖 对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危害 因此卫福部基隆医院 在民国111年特地跨科市成立 减重整合门诊 林吴璇主任医师在减重记者会上 除了大方分享自己健康有效减重经验之外 也分享基隆医院减重整合门诊 已经帮许多位民众 采用不同方式 有效又健康的减重不复胖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来和基隆医院减重团队一起讨论 拟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减重方案 有效改善健康 活出更精彩的人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争取2000万元 来修缮海星游泳池 预定12月完工 但是11月份受到天后的影响 这个灌江工程受阻 采发处已经请厂商家派人手 白色浪花打在椒檐上 海星游泳池空荡荡 四周围起了施工围离 工人忙着进行 楼梯模板施工 把握基隆难得晴天 包商赶紧施工 距离完工日越来越近 但天后因素无法控制 有民众担心 完工日恐怕延后 斯坦福产发出 每天盯紧工程进度 两个大楼梯的部分的话 底膜的部分的话 厂商这两天的话 会把它赶起来 赶起来之后 因为还要 为了这个安全的部分的话 加上还要绑经的作业 那米诗的部分的话 等于是这两天的话 我们会 厂商会利用这个天气的部分的话 尽量看能不能在礼拜四之前 把这些相关的工项 把它做起来 因为在礼拜四之后 目前的话 天后状况其实不太好 但是因为要电汗 然后怕会漏电 倒电 然后像昨天下雨 模板工已经倒两个了 感冒 斯坦福争取2000万 改善海信用池硬体设备 除了景观平台空间 加大加宽 走起来跟安全另外细水区 依照游泳的设计 区分成深水和儿童游戏区 来确保汐水的安全 因为这个没法看嘛 像刚刚 画面也同样 画面上头都没法看嘛 现在都很看啊 真的 后来台北人都来修 有人就自己下落 看到那个网状的那一个 就是在我们工程的部分的话 让它重新做一个更新的 这个工程的部分 要不然原本就已经 因为海边的话 锈食的很严重 那我们帮行做一个更新 然后也把之前的那一道围墙的部分的话 就加固加宽之后 里面的部分的话 后续的初学者的这个 永居的部分的话 环境的话会更好 海信游泳池封闭半年 民众期盼早日完工 但受到金融冬天 气候因素 灌江工程恐怕会受到影响 市场府强调会全力赶工 后续接续办理验收工作 尽快开放民众使用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在政大地震系孙正义教授的陪同下 日本大阪大学两位学者到金融参访 并办会市长谢国良 由于大阪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 将借此机会讨论交流 大阪国际港口城市的治理经验 为金融共创新荣景 日本学者大赞金融美食 芋泥西米路好吃 在政大地震系教授孙正义的陪同下 日本大阪大学教授穆多道宏 和副教授山田美和 来到基隆参访 并拜会市长谢国良 市长也准备甜点美食和咖啡 请贵宾品品尝 由于大阪将在2025年 举办世界博览会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政大邀请对都市规划 学有专精的穆多道宏教授到访 也借此机会交流基隆和大阪的城市治理经验 与海港观光资源 大阪大学它也是穆多教授 也是在城市都市计划规划 都市治理方面有很多的专精 大阪在2025年也要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我们很感谢政治大学 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把大阪大学的资源 带来到基隆来 会一起共同研究 对于都市治理方面的一个发展 包括大阪港也有一座摩天轮 所以我们会针对各式各样的都市城市生活议题 来深入的讨论 也吸取大阪过去在一个都市治理 跟港口治理的经验 大阪即将在2025年举办世界博览会 所以大阪市会有一个崭新的改造 以及更新的计划跟机会 那这个过程非常值得两座城市来彼此交流 甚至交换意见 也有机会通过这样的交流 把一些想法带回来基隆 那帮助谢市长让基隆的未来变得更美好 大阪和弃炎市 以各种各种各样的交流 以为何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的想法 我相信呢就是未来我们大阪 还有跟基隆这边一定可以 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共通点 那我们未来一定可以互相的分享 各样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两地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市府官销处蔡惠亭科长 督发处林嘉宾科长 教育处吴宇杰科长 与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也共同参与这场交流讨论 大阪大学教授说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 很开心有这次的交流机会 他也期待大阪和基隆 未来能在各方面持续交流 未来有机会 他也将带大阪大学的师生 再度造访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阿姬借过 你们是五银角吗 怎么了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定价税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 依止空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 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皮辣 你 许可